大家好我是小飞 说到0-50行星 还真是一个神级的地方 原以为就只有光之国是一个PDA生产奥特曼的地方 直到在罗布奥特曼第19集的剧情中 从美剑杀机的口中得知 原来0-50行星也是一个PDA生产奥特曼的地方 这颗行星最早出现于 欧布奥特曼原生之初中 宏凯就是在这颗行星的战士之巅 得到了欧布奥特曼的力量 而同样得到这种奥特曼力量的 还有三名战士 其中的两个就是美剑的哥哥 一个成了罗索奥特曼 一个成了布鲁奥特曼 而据推测 美剑自己也获得了力量 虽然看起来并不像是奥特曼 但也算是拥有强大战力的怪兽 不过可惜的是 在他们得到力量以后 却要对付强大的怪兽鲁格赛德 由于自身实力不解 所以并没有把鲁格赛德彻底消灭掉 而是把他推入了一个1300年为周期的轨道 并且自己还因为能量善进而消亡 只留下了孤零零的美剑杀机一人 在美剑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两个哥哥牺牲后 自己却无人为力之时 才会产生厌世的心理 并且痛恨自己 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两位哥哥 于是他才会对招阳说出那一句 真正的敌人是无人的家人的话语 所以他来到地球后 才会突断的去试探勇海两兄弟的实力 并且觉得他们俩 不配拥有自己哥哥们的奥特曼力量 有一种恨铁不成高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在剧中 他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个反卖角色 而有的相同经历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加古拉 可以说这个倒霉鬼比美剑还要不幸 至少人家美剑还在0-50行星上 获得了光明的力量 而加古拉明明和红凯一同去的 却只有红凯一人获得了力量 自己只有眼巴巴的看着 而最气人的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喜欢和崇拜自己的妹子欲言 却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被巴蒂西卜给杀死了 目睹了这一切悲断的加古拉 对自己弱小的实力感到了愤怒 渴望力量的他最终变成了魔人形态 为了给红凯找点麻烦 还利用黑暗人环召唤怪兽 不过好在他还没有忘记和红凯的友谊之情 最终还是宣扬勒马 在截到奥特曼剧团版连接把心愿中 还一起联手抗敌 算是洗白了 而美剑杀机同样的 虽然现在的路子走得有一点歪了 但他最初的心还是十分正义的 所以有朝一日他还是会被洗白的 毕竟都是从0-5年洗衣中一起走下来的战士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